剛才在上一站 Gimpy的麥當勞吃完食物 然後一鏟鏟到下來 我們終於到達了1770 1770 這個地方 不過空空遜天氣很差 下雨 我們到了這個是Airbnb 我們去看看 這個Airbnb 就是一個人家 他在樓上住 他就剩下這個地方 就用來做Airbnb 看看先 參觀一下 其實都很舒服的 他有一個這樣的Balcony 這個Balcony 有桌子有白包 喜歡就坐在巴桌上 看著感覺 其實這裡很漂亮 應該... 明天早起床日出 明天我們看日出 如果天氣好的話 應該很日落 如果明天天天氣溶透 我們看到 我進去看看Bee 這個大車 一個大車 彈車 我們就要... 我考慮買房間 這個... 這個... 很舒服 挺好 其實我們也打理得不錯 這個AMD是主人的 廁所也很舒適 不覺得簡陋或者很滑 挺舒服 洗手盆 還可以煮食 有個小餐廳 有微波爐 還有一個電池樓 喜歡可以煮飯吃 看看 電池樓 還有早餐菜 有燒料 做準備周到 B&B 他真的做足了 算正的 還有一間房 誰想租 現在馬上飛過來 就是這樣 今晚就在這裡 明早 因為天氣不好 本來打算來到 因為現在5點多 下午5點半 我們打算天氣好 馬上跑出去看日落 不行 不行 不能夠如遠以上 我們就唯一等 寄望明早 天氣好 我們看日出 然後我們還會出去 其實這裡 可以出去一個海邊 這樣就是很美的環境 明天如果天氣好 我們就可以到處去看看 這個1770 那麼出名的地方 好 我們安頓了之後 就出來吃晚飯了 我們來到這個距離我們住的 那個Airbnb 三分鐘車程 就來到這裡 這裡叫做Cody's Cody's的一間cafe 很可愛 它的名字叫Cody's 來到它又有另一個名字 Lizard Lazy Lizard Lazy Lizard Lazy Lizard 對了 我們今天吃鬼佬的東西 我點了沙律 還有又點了一個耳筍的東西 那些食物來了 其實驚喜 那些食物真的不錯 你們看一下 這一個就是耳粉 不錯 有隻蝦 漂亮的蝦 是不是煮得不錯 這個沙律 這個沙律 這個沙律好漂亮 三文魚 還有牛油果 有菜 跟著有黑醋 好正 我流了口水 哈哈 想不到一個小鎮 就是這裡 這些菜式 是一點都不隨便 幾不錯 跟大城市的餐廳有得比 OK 我吃東西了 不等了 好 卡卡前面就有個surfing board 挺漂亮的 我們走過去看看 裡面有indoor的地方 地方挺小小的 外面就是露天的 可以坐梳化 又或者可以坐這些圓桌 喜歡喝兩杯東西 在外面有吧桌也可以 這個位置距離我們住的Airbnb 只是兩分鐘車就到了 今早早我們去看日出 現在是早上幾個點啊 現在是早上4點46分 嘩 我們還快點就是18、20的時候才會做個笑 是啊 我也不敢相信 幾十歲人今天無端端走來起床 是4點鐘起床 是啊 現在天氣有藍色 魚肚白 對 魚肚白 很多雲 好像還好 對啊 昨晚也不是下雨 很大雨 我們今早就試試看 看見不見到曙光 真的見不見到曙光 純粹是期望見曙光 應該 我們為了拍攝日出的好景色 我們帶了工具 塞了所有東西 不過最差的是今天多雲 其實本來天氣預測是下大雨 有霜 我們算幸運了 上來沒有下雨 這個周邊環境就是這樣 其實這裡 有一個停車場 遇到人會上來觀景 所以很多泊車位 講一下1770 1770 是嗎 1770這個地方就是 當年James Cook船長 來到澳洲第一個登陸的地點 當年就是1770年5月 是 他的船隊就在這裡登案 是 為了紀念他 這個地方就叫做1770 1770 是 我們來身處這個位置 就是最尖的位置 向著海 這個山尖了出來 so that 這邊又是海 另外一邊又是海 所以兩邊都有海景 其實太陽已經出來了 不過被雲遮住 實際上 即興 你怎麼馬上走 我說 到底是什麼 走 滅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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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